第一個頁就寫大 而且這個大大很奇怪是大頭 大頭 上面這一段 感覺超乎 比上面這個 本來應該四個一個撇點 全部集中了 所以感覺是少了一行 但是沒有關係 行書本來就會有共用筆畫 好 頁 上面大 下面小 頁大 頁小 頁長 頁扁 為什麼扁呢 第一個他寫的小小的 第二個 他勾起來要寫這個 這個比方照理說應該是這裡 可是他沒有 他把它離得很遠 因為離得很遠 所以看起來這個字就偏扁 銀 銀的中間是空的 銀的中間反而是緊密的 所以就這樣一幅空心 一幅緊密 一幅空心 所以字整排的造型 就會覺得好像變化萬千 就行書的奧秘 所以他會誇張某一部分 不是說一定要這樣寫 而是要做一個變化 讓看的人覺得 一直在不一樣 這是中間頸的 瓷是安定的 而且上載下寬 語音剛好相反 語音是流動的 但他是上寬下載 所以字的造型 每一個 講起來都不太一樣 既然上寬下載 這個地方就寫小一點 魚 魚就是兩個併在一起 但他這次不寫直的 他把他寫成向中間 向中間靠龍的感覺 類為傾斜進來 但寫得很小 C就比魚再大一點 但他偏扁 比魚更扁 雖然兩個都是比較扁的字 但是有些更扁 有些是一點點的扁式而已 有些是非常的扁 好 吸 好 前面這裡有透氣喔 規矩的吸完就寫一個比較大而靈動的魚 所以 這樣子字就會發現他永遠都在 不同的調性 不同的節奏 不同的外型中 好 柱 柱 柱就是中間是開的 不過這裡感覺是少了一點 這寫橫的 並不是寫點 纏繞方則 戴下去 閥 這個形塑就比較正常 水部的形塑就比較正常 剛才那個字 其實是不太正常 好 用力抹上去 逆上去 扭動 戴起來 疊 往旁邊戴一下 閥 魚 魚就寫窄的 不但寫窄它寫得好瘦 只有這一筆按下去 好幾倍的力量 然後這裡又可以變瘦 不曉得 不曉得它在想什麼 不過我們還是盡量做得跟它一樣 魚 剛才的魚有點方丈 所以它這個魚就來個流暢的筆法 其實這個字音出現多少吃了 魚 可以 牛 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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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